上一章节认识DiManyPanel的概念 本章节会利用DiManyPanel与互动事件来建置提示视窗 我们要做的是 当我们还没有输入账号以及密码 就按登录会员的话 会出现一个提示的视窗 提醒我们要先输入账号密码 我们先从物件库里面找到DiManyPanel 拖拉至我们要放置的位置 点击两下 编辑我们要提示的内容 在这边有一个文字讯息 一个按钮 完成以后回到会员登录的画面 我们先将这个DiManyPanel隐藏起来 接下来开始建置我们的互动事件 首先先按登录会员 点选UnClick两下 找到Show High 在勾选我们刚刚所建置的这个DiManyPanel提示视窗 选择让它显示出来 点选OK 再来我们希望在刚刚这个提示视窗里面 我们点击关闭视窗 它会将这个视窗关闭 所以我们点击关闭视窗这个按钮 一样点选UnClick 找到Show High 一样勾选这个DiManyPanel 下面这边选择Height OK 我们就可以按预览 如果在软体操作上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至优势收看更多教学